各位师兄大德 我是小赖 欢迎来到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是 报清恩日诵时经 解冤节兼开智慧 我的父亲和母亲一直住在老家 母亲今年六十多岁了 患脑血栓已经有五六年时间 之前情况挺严重的 一直在吃药 打掉针 由哥哥 嫂子照顾住 我有时也会去为老人家放生 但由于自己不够虔诚 又不懂得将功德回向 给母亲的冤亲债主 请他们原谅母亲 只是将功德回向母亲 愿他老人家早日康复 所以 母亲的病况只有轻微的好转 虽然一只脚不能动弹 但能开始慢慢挪动身体了 嘴角还是会控制不住 不时流口水下来 吃饭时还是经常被呛到 饭菜常常喷的满足都是 我的父亲业障也很重 这十年来身体也一直不好 去年的农历六月 深圳弘法寺开始为期七天的水路大法会 在法会期间 有感于佛菩萨和父母的恩德 我发愿在法会结束后 要读诵四百九十部 地藏菩萨本愿经回向给父母双亲 希望他们身体健康 后来我就开始每天送地藏经 有十一天送五六部 有十七部送完了五百部地藏经 但由于我功夫不够 智慧不足 不懂得回向给父母亲的冤亲债主 和他们识渊姐姐 效果还是不明显 农历的八月中旬 我将母亲接到了深圳 发愿再为父母亲读诵三千部地藏经 这次是懂了 就发愿将诵经的功德 都回向给父母亲的冤亲债主 希望他们得蒙地藏菩萨加持 业障消除 离苦得乐 往生西方净土 发菩提心 同乘佛道 同时也和父母亲识渊姐姐 不敢说自己精进 但我将全天的大部分时间 都拿来送经了 我一星期才去市场买一次菜 买回来的菜放在冰箱里分次食用 我断绝和外界的一切联系 每天早上五六点起床 开始送经 送四部经 就差不多到八九点钟了 然后做早餐 照顾母亲吃完早餐 我又开始送经 坚持每天早上和上午 共送六部经 中午做好午餐 照顾母亲吃完饭 我会稍作休息 但不是去睡觉 而是看蒋经说法的影碟 一片影碟 我会反反复复地看起十遍 有时一片影碟 我会看两个星期之久 为的就是消化吸收 下午两三点钟 我又开始送经 一直送到六点半 在这个时间段里 我可以完成四到五部 地藏经的念诵 之后又是准备晚餐 照顾母亲 晚饭后 母亲习惯要看一会儿电视 我就做家务 到九点钟伺候她老人家 去休息了 我再坐下来 看一会讲经说法的碟片 或者再送两部经 才去休息 这半年时间 天天这样有规律的生活 我母亲的病况 慢慢在好转 现在吃饭 能自己大口大口地吃了 不再会呛着 也不会将饭菜 喷得满足都是 腿脚也有些力气了 有一次 她老人家觉得无聊 想散散心 趁我在诵经 自己悄悄开了门 从家门口扶着楼梯 就爬到七楼上去了 我们家是住二楼的 母亲自己 居然不用人搀扶 就这样爬到七楼上去 这在以前 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了 我有时陪着母亲 在外面花园里散散步 她老人家的气色 谈吐 都无法让其他人 看出她是个病人 而且还是脑子 有点问题的病人 母亲之前 是很容易就打瞌睡的 坐在那里 一会儿就昏睡过去了 过一会儿 似乎有点清醒了 没一会儿又睡住了 在老家时 母亲和家人 是从不知道佛教是什么 念佛诵经又有什么好处的 我回老家看望父母亲时 也经常和他们 以及哥哥嫂子 说点佛法 但他们都不相信 哥哥嫂子 还用现代人的所谓科学精神 批评我迷信 这次我将母亲 接到深圳来静孝道 也没强迫母亲 和我一起念佛 可是母亲身体 却日渐起色了 有一天我送完经 从小佛堂出来 发现母亲居然拿着我 给她戴在手上的佛珠 在念佛 那一刻 我内心真是百感焦急 母亲虽然不太会念佛 也不精进 但她能开始自发地念佛 让我内心十分地快慰 这半年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这半年中 我不是没起过烦恼 偶尔会突然觉得自己很苦 忍不住就要掉眼泪 烦躁不安 而每一次烦恼现前 我就赶紧强迫自己去诵经 去诵经 等自己一坐上位子 开始诵经 佛力的加持 都能使我迅速平息情绪 转而内心清凉 安宁 我觉得听经文法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每天的功课 排得满满的 还要挤出时间 在中午听叠的原因 人最大的敌人 就是自己 要战胜自我 调伏烦恼 既要依靠佛力 也要依靠自己 通过文 思 修而产生的内心的力量 这就是自立他力量相结合 这段时间 我就特别注意这点 再忙再累 我中午也要听一会儿 我意识到 生命是很脆弱的 一口气上不来 就会结束了 包括我母亲在内的大多数人 都不清楚 自己这一世生命的终极在哪里 会转世到哪一道中去 有的对佛法有所认识了 也知道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可以求往生 但又有多少人做到了认真积累这一世 往生西方净土的资料 确实落实信 愿 行了呢 信心 愿力真的很重要 要真信佛法 真信这个世间的一切都是苦境 就算有片刻的快乐 也是稍纵即逝 最后还是痛苦的 要真信我们如法修行 必定得三宝加持 究竟原成佛果 要真信因缘果报 才能看开些直至看破放下 我常常在听经文法中得到提醒 现在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有那么多的烦恼 执着了 遇到逆缘 我都会提醒自己 这是因缘果报 自作自受 就会欢喜地去接受 目前我已完成 一千部地藏经的读诵 计划在明年十月份前 完成三千部 相信届时 父母亲的身体乃至心灵 必定有很好的戴善 吕师兄找到我 说一定要我抽空 将自己的这点感应故事 和心得写出来 其实 我是杖身会浅的凡夫 本没什么好写的 想想别的师兄送地藏经 不用送很多部 就有很好的感应 而我却感觉内心非常惭愧 功夫不够 诚意不够 自己业障也重 等等原因 使母亲的病况 未能迅速好转 这样的感应 有什么好写呢 我所有的 就是对三宝的信心 比之前更强烈了 对佛法的认知更深一些 得蒙佛菩萨的加持 毅力更大一些吧 唯能以赐感恩 报恩诸佛菩萨 并愿有缘看到这篇文章的人 都能欢喜信受佛法 得到利益 因此想法 答应吕师兄 勉为其难 写此捉作 在此 感恩地藏菩萨的大慈大悲加持 感恩十方诸佛法僧 常驻三宝 感恩父母亲的所有冤亲债主的 逆增上缘 广东深圳 林长华 2008年1月1日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美文请继续关注天天学习 天天进步频道 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里成为更好的自己 我是小赖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